男人拿着羊角锤偷偷地来到了老婆的身后 准备痛下插手 把这个出轨的女人送走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他老婆早有防备 突然一个回马枪就把男人给电晕了 随后这对撕破脸的夫妻开始了呼掐 搏斗中猎枪击穿了天花板 三个杀人不眨眼的逃犯从房间掉了下来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挪威的惊悚片 在糟糕的日子里 男主是一名三流的电视剧导演 由于没什么才华 事业始终停止不前 就连他那位在养老院的老爸都劝他赶快开行 男主和老婆的婚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离婚虽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老婆给他戴绿帽他忍不了 加上他们夫妻俩买的都有人身保险 于是便打算趁着和老婆度周末的机会将其干掉 他在商场购买了用来杀人灭口 毁尸灭迹的全套工具 男主的老婆新妻婶是一名三流的演员 由于演技太差 加上年龄也大 一年下来也接不到几部戏 两人收拾好东西 开着车前往郊外的小木屋度周末 最近这几年 由于家庭财务出现了危机和感情的破裂 两人的吵架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双方在车上唇枪舌剑 你有来权我有去饶 吵的是不可开交 小不忍则乱大谋 男主为了顺利实施自己的杀人计划 主动停止了和老婆的争吵 这个小木屋是男主的老爸当年一手建造 由于很长时间没来了 门口的密码锁都失灵了 虽然只是用来度假的房子 但屋子里一应俱全 可以看出夫妻俩早些年的感情还是不错的 两人在湖边愉快的吃了一顿上路饭 席间男主提到了新机舌出轨的那位小男友 搞得气氛相当的尴尬 转过天 男主在湖边捡了一些大石头 放进了包里 为下一步沉湿做好了准备 男主把事先购买的作案工具准备好之后 拿着羊角锤偷偷的来到了新机舌的身后 当他举起锤子刚准备行凶 没想到新机舌早有防备 用电机枪直接把男主给颠晕了 当男主醒来的时候 刚开始男主还极力狡辩 最后在强大的证据面前实在无法自圆其说了 只好气急败坏的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听了男主的杀人计划 新机舌当时就气乐了 因为男主这个人生性胆小 平时连鸡都不敢杀 他实在想不出男主哪来的杀人分尸 然后沉尸湖底的这个勇气 既然话说开了 新机舌也不再藏了掖了 说自己跟男主想到一块去了 他也想趁这次度周末的机会把男主给干掉 不过新机舌的计划更加的周密 他想趁着两人出去狩猎的机会 谎称猎枪走火把男主给毙了 这可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两人在精神上已经达到了高度的默契 接下来新机舌准备实施自己的计划 他用枪逼着男主跟自己去树林里溜达一圈 但为男主婉言协决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夫妻俩平时经常雇佣的那位秦杂公拿着铁锹出现 上去就把新机舌给拍摸圈了 原来男主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提前跟秦杂公商量好了 只要新机舌一死 他会把一百万人神保险中的一半分给秦杂公 新机舌听了秦杂公的讲述之后 当时就笑了 说你这个大傻貌 我的人神保险是三百万 你被这个大傻蛋给骗了 秦杂公一听可不干了 男主和秦杂公在纠缠的过程中 一不留神把秦杂公给毙了 秦杂公虽然死了 但他们两口子的恩怨还没了结 于是夫妻俩展开了肉搏站 两人在扭打的过程中 猎枪不小心走了火 子弹直接打穿了天花板 三个刚从监狱逃出来的罪犯掉了下来 直接就把男主和老婆新机舌给砸晕了 原来在三天前 大胡子文身男和尔环哥越狱之后 无意中跑到了男主家的小木屋 本来这三位想在这歇歇脚再跑 可没想到男主和老婆开着车过来 他们仨没办法 只好躲在了天花板的上面 原本相互残杀的两口子被三名逃犯控制以后 这情绪明显稳定多了 作为领头的大胡子 对男主和新机舌的破事完全没有兴趣 他要求这两口子把所有的现金都交出来 但这夫妻俩身上也仅仅只有两千多块钱 这让大胡子非常的不满意 蠢蠢欲动的尔环哥早就还拿不住了 新机舌一看吓得是花枝乱颤的 这男主不仅不帮忙 居然还在旁边说风凉话 但他可不知道 尔环哥这位同志对新机舌根本就不感兴趣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新机舌也给搞蒙全了 虽然他对男主恨之入估 但毕竟跟自己同床共旨了那么多年 是可杀不可辱 眼瞅着男主要晚节不保 新机舌只好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秘密 原来新机舌瞒着男主这些年偷偷的存了十几万块钱 他愿意把钱全拿出来 但前提是大胡子等人不能再折腾他们俩 大胡子经过斟酌 觉得还得以大局为重 最终和新机舌愉快的达成了共识 由于天色已晚 银行已经下班了 取钱的事只能等到第二天了 男主和新机舌这件彻底念的 女人大多都是感性的 在这种生死未卜的形式下 他进不住开始回忆跟男主的婚姻生活 反思他们为什么会从刚开始的恩恩爱爱 一步一步的走向毁灭 男主虽然也有感触 但他主要想的还是怎么逃出去 最终男主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首先把几个台球从袋子里弄了出来 然后谎称自己要上回生间 关上门之后 男主把台球装进了袜子 然后突然袭击把肌肉男给砸晕了 当大胡子和耳环哥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男主和新机舌已经逃了出去 新机舌本来打算开车逃走 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钥匙 于是他只好返回母屋 打算找到快艇的钥匙开着船逃走 可当他刚找到钥匙 就被进来的肌肉男逮个正着 这时候作为老戏骨的新机舌 发挥出了入行以来最走心的眼睛 他知道肌肉男一直对他有想法 因此看到男主出现之后 他便开始搔手弄自外加花言巧语 把肌肉男的注意力完全吸引过 紧接着夫妻俩开始涌斗肌肉男 但肌肉男的块头实在是太大 把这两口子揍得是鼻青年终 最后还是新机舌使出了阴招 才把肌肉男给摆平了 听到动静的大胡子和耳环哥 端着枪回到房间 看到他们的好兄弟已经先走一步 这时候天已经亮 双方从屋里打到了屋外 最后夫妻俩不出意外的 被大胡子和耳环哥给控制 大胡子恼羞成怒 打算用割草机把男主给收拾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男主那位在养老院安度晚年的老爸 开着车出现 咣当一下就把大胡子装晕了 那么男主的老爸怎么会突然过来呢 原来头天晚上双方在打斗的时候 住在不远处的张大爷 开着老年代步车刚好图经此地 张大爷是男主老爸的好朋友 老爷子静屋一看 发现情况有些不妙 于是便给男主的老爸打了一电话 男主的老爸意识到很可能是出事 于是打晕值班的护工 驱车几十公里来到了小木屋 刚好赶上这热闹的樱幕 老爷子是个狠人 面对耳环哥的威胁毫不妥协 一枪就把耳环哥的腿给打废了 不过这时候大胡子醒了过来 从背后突然给老爷子来了一刀 大胡子为了拿到那笔钱 压着星期时开手船前往银行 男主干掉耳环哥之后 拽着绳子紧随起后 最后男主和星期时两口子齐行合力 利用之前准备好的大石头 把大胡子沉入了屋底 男主和星期时因祸得福 他们隐瞒了彼此互杀的情节 很快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成为了勇斗粤语杀人犯的英雄 他们的故事也被影视公司高价买断 并改编成了剧本 男主成为了这部电影的导演 星期时则成为了影片的女号 两人破裂的感情成功的修复了 可以说是生活事业双逢手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如果感情已不在 好和好散别互害 天涯何处芳草 这个不行咱再找